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长条图的一些不同的类型 再把这个图表先删除好了 我们重做一次 我从姓名选到95分这里 那再插入标签这边呢 我一样做长条图 长条图第二个我选第二个 第二个叫堆叠的方式 堆叠你看就懂了 把两个分数堆叠在一起 国文跟数学累积在一起 你看这个 国文跟数学加在一起 那左边一样 它两颗都考一百分 其实满分应该两百 所以刻度有问题呢 按两下 一样是可以在这边把它改成 两百分的一个概念 这样才这个图表才对 那第一个 那当然这地方呢 点在这个图表的地方 我们说从2013开始点加 对我来说 我觉得资料标签是一个很重要的素材 点起来 那在右边就可以来选摆哪里 因为它这边是两个 你可以自己决定它该怎么样的出现 那十条图并没有 那我们在做不管任何一个图表来讲 清楚为第一手则 我在看这红色的背景 黑色的字其实不太清楚 来我们点下去 点下去在图表的概念里面 点下去同类型会全选 所以木球选到五个文字框 就可以在常用标签 把这个字颜色改成淡的白色的 那一样在点下面这个 我也把改成白色 清楚为第一个选择 来请各位试一下 直条图的堆叠 直条图的堆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